陳英傑老師請 新年這首歌你很適合唱 我剛剛聽你唱的那個什麼 偏偏為你 夢也休息 聽你唱這個好酸喔 聽起來跟韻味裡面的意思好 很酸 偏偏為你 夢也休息 很多人唱就唱不出那個味道 可是聽你唱起來就很好聽 你現在是要走出你自己的方位一樣 你的味道走出來了 不是把你哄哄 是說因為一個歌者在台上唱歌 每一首歌都是要學得很精細 而且韻味有那個轉音轉到點 那個味道轉到的話 整個就好聽 本身你的底子很夠 從以前我就滿喜歡你的 好 加油啊 好 謝謝老師 丁曉雯老師請 好 雅如也是掛病號 然後我剛剛已經說 他的控制力很強了 心田更是恐怖 從頭到尾 你連音準都可以 撐得這麼厲害 我真的覺得太不容易了 當然也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今天心田唱得很保守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可以撐住在一個 你可以升任的範圍之內 不出錯 已經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事情 好 我覺得打這個安全牌 還是很重要的 好 但是無論如何 掛病號還可以唱到這樣的程度 真的滿嚇人的 然後另外我也要讚賞羅平 今天的羅平跟第一次來的羅平 真的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沒有體會到 你真的有機會可以回去看看 第一集你來上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 你唱歌的方式是什麼方式 再對照一下你最近的表現 不管是快歌帶表演 還是抒情歌的表現 你已經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舞台 很了不起 也希望你們繼續努力 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心田,你今天的確表現的 就是你應該要有的一個樣子 所以老師期許你 這個穩定度你要牢牢記住 當我們在詮釋一個歌曲的時候 我們的穩定度 加上經驗的成熟度 但是在曲目裡面 歌詞裡面 要給人的感動度跟渲染度 這兩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怎麼樣真的把那個感情 那個裡面的那一件事情 真的由衷從你的心裡面 直接地表達出來 那是老師對你一直期待 而且期許的 今天我開始有感覺到一些些 但是我期待你再繼續往下走 好不好 你的情感面的渲染力 感動人的那個力量 再把它找出來 繼續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所有老師 接下來樓評是92.8挑戰 杜忻恬 杜忻恬雖然稍微感冒 但這首歌一點閃失都沒有 能獲得幾分 能不能順利過關呢 評審請給分 今天的分身體為樣的忻恬 今天的分數來到8889 90 91 92 小數點是多少 超過了93 恭喜得到93分 成功萬免7關 累積獎金18萬元 一路過關斬將 今天精采的表演 我們回顧一下 今天就做的總真理 好 好 好 再次謝謝所有選手 帶來這麼賞心悅目的歌曲 呈現給大家 同時謝謝現場所有的觀眾朋友 謝謝你們 非常感謝非常辛苦的 No.1專業評審團 謝謝評審老師 同時謝謝有生命伴奏的 孔哥大隊 謝謝 謝謝老師們 謝謝 謝謝老師 別忘了每個禮拜六的晚間 八年所做明星收看 我們台灣No.1 台灣No.1 下週見了 Bye Bye